字幕提供 詞曲 李宗盛 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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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哩學裡面比較辛苦的地方是 你每看到一個符號 如果你不是很熟悉它的話 你就不太會去使用它 所以我們上一堂課 花很大的力氣在介紹這個新的符號 它代表的意思是一個物理狀態 或一個化學物質 它的chemical potential 它的化學勢有多高 那如果你畫質越高的狀態 它傾向於去進入比較穩定的狀態 它比較有能力去做一些變化 物理變化或者是化學變化 這樣子 所以這個值呢代表是 你在一個特定的溫度壓力 以及你環境的其他分子 是固定的情況底下 你在這個系統裡面投入一定量的 一個J物質 然後你去評估這個J物質 對於這個系統的自由能改變的情況 我們就稱這個叫做chemical potential 所以你可以去評估一個物質 把它丟入一個系統的時候 會造成多大的變化 那如果說它造成的變化是很大的 我們說它的火性很大 很容易做事情 那另外如果以變化的程序來看的話 你的這一個變化量 如果可以讓你的底區是往下走的 那這時候你會說 這個其實是一個自發性的程序 所以我們慢慢把思路 就是帶到了chemical potential這一塊 那當有chemical potential這一塊之後 我在上個禮拜有很辛苦的用 Gibs Energy去解釋物質的流動 就是解釋相變 當時講的其實非常的卡對不對 因為我們用G去討論 那現在如果我們有chemical potential的幫忙的話 其實會稍微簡單一點 所以我們今天主要會順著用chemical potential的觀念 慢慢的把這個相圖把它帶進來 所以我們今天主要要談的是相變這件事情 你的chemical potential的印象有了 接下來呢 我們就可以開始處理相變 那相變呢 顧名思義就是說 你會談不同的face 物質有不同的物理狀態嘛 那在相平衡上面 我們會談到就是說 兩個相 alpha face跟beta face如果平衡的話 它的前提就是它的chemical potential 在這個TP底下是相似的 那用這個相似的條件呢 我們可以求出來就是face boundary 就是兩項並存的那一條線 在哪個位置上 那這個當然使用的是Clapplon equation 然後它可以做一些修飾 得到這兩個式子這樣子 所以你會發現其實我們在這邊講的是 除了chemical potential之外 我們第一個要帶的是相對來說 比較單純的一個物理程序 相變face transition 那在face transition 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就是 你必須要能夠把face diagram把它建立出來 那在face diagram裡面呢 你會看到三個項 再來呢有三條線 這三條線就是我們剛剛講的face boundary 它分別是固體跟氣體並存的情況 salis跟liquid並存的一個情況 還有一個就是liquid跟vapor並存的情況 那在我們教導的內容裡面呢 其實我們會慢慢的引導你告訴你說 這三條線是怎麼樣形成的 我們從mute圖開始建立起來 然後之後搭配clothlon equation 可以把三條線都畫出來 這樣做完之後呢 最後我們就會談到這兩個點 這兩個點一個是叫critical point 一個叫做triple point critical point是一個溫度跟壓力 在這溫度壓力底下呢 其實你的液體跟氣體的密度是相同的 所以你完全分不出來到底哪裡是液體哪裡是氣體 這叫critical point 那我想這個詞大家都很熟啦 可是我如果問你們一個問題 你怎麼樣把critical point製造出來 你們可以想到要怎麼做嗎 實驗上怎麼樣執行這個 它的器材設置是怎麼樣 這個其實是滿容易做的實驗啦 那這個是一個點 反正你看過之後你就知道它是怎麼一回事了 否則的話在你的想像裡面 其實有時候什麼叫做 什麼叫做液體跟氣體的介面不見呢 這是什麼意思 你如果仔細看到的話 你仔細看到影片你就知道 大概就是這麼一回事 所以在這個點上 其實你可以把氣體想成是密度很高的流體 它還是很好的流體 只是它的密度很高 高到有點不像氣體 那你也可以想成液體它其實是 相對來說你已經看不到它有一個很明顯的形狀 對不對 但是它就是還是一個流體 所以最後你只能用流體去描述它 因為它們兩個的共同特徵是流體 這叫supercritical fluid 在上面就是叫超臨界流體 它是一個流體 但你分不清楚它liquid還是gas這樣子 那在鄉土裡面的第二個點呢 是這個triple point 這個triple point是三項並存的點 你會同時看到固體、液體跟氣體並存 我們從這邊會帶出 degree of freedom 的概念 face rule裡面有一個代號是f 這個是你的自由度 degree of freedom 我們會說在這個點上的degree of freedom 等於0 意思就是說呢 你不能改變任何的溫度跟壓力 否則的話這個狀態就會不存在 這樣的東西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它只能存在一個特定的溫度或壓力 所以當這個狀態產生的時候 基本上那個溫度跟壓力 就是一個絕對準確的值 它的好處是你可以拿它來當參考點 它是一個絕對準確的值 因為你只要稍微偏移一下 共存的狀態就不存在了 那初步來說 既然我們要談就是這個face transition 你對於這些名詞要有一定的了解 第一個face是什麼 face基本上是一個物質的狀態 那這個狀態呢 是基本上在裡面你的化學組成 還有你的物理狀態呢 都必須是uniform的 所以你有一塊東西 它在裡面是非常均勻的 均勻就是指你裡面的composition是固定的 然後你裡面的face number of faces是固定的 所以你會用number of component 跟number of faces去決定一個face 去描述一個face 我會說這個東西是由水分子組成的固態 大概是用這樣的方式去描述它 那face定義好之後呢 face transition就是你的物質 從一個face轉換到另外一個face的過程 它會發生在一個特定的溫度跟壓力底下 那這是face transition 就是向轉變的過程 好 那跟這個相關的其實是face boundary 其實face boundary 就是在一個特定溫度壓力底下 你的物質在轉換狀態的一個過程 那個地方那條線我們叫做face boundary 那face diagram呢 可以把你的這個物質 它的幾個像啊 還有它的face boundary在哪裡啊 它的critical point啊 它的triple point啊 完全都表現在上面 所以這個基本上是一些基本名詞的定義 那如果要走到這邊的話呢 我們就是要回到就是說 我們對chemical potential的運用 所以接下來我們完全會用chemical potential來 作為我們論述的基礎 那我們這樣做的原因是因為其實實際上呢 G它同時是溫度壓力以及摩爾素的函數 那在這個情況底下呢 你的系統比較單純 你就可以直接把G換成mu 那在single component system呢 你的mu其實就是gm 就是molar gives energy 那在這個情況下呢 你的mu呢 就只剩下的是溫度跟壓力的函數 所以你在一個溫度跟壓力的 可以改變的環境裡面啊 你要去談一個程序會不會自發的發生啊 比較好的參數是用t 因為你不用再去考量就是摩爾素的關係 所以我們會開始用這個 來去討論這個相變這個事情 好 那所以在這個情況底下呢 我們要討論一個相變啊 會不會發生 我們這時候想要考量的事情就是說 如果在一個給定的溫度跟壓力底下 那我們有一個two-phase的system 那你要決定一個程序會不會發生 還是要回去看dig 好 那我們先把這邊界定好 我們現在開始談物理變化 我們是先從這邊出發 single component 就是我的c值等於1 然後呢 我們談論一個two-phase的system 我們談論一個two-phase的system phase等於2 這樣子出發 那等我們進到mixing的時候 我們會談一個single-phase 但是two-component的system 去談論dig的變化 所以你現在要記得喔 你現在在學的是一個 就是c等於1 但是p等於2的物理變化 你在這邊如果要考量事情會不會發生的時候 你要考慮的是去計算dig 這件事情 它可以決定是不是會spontaneous的發生 那等到我們進入mixing的時候 我們通常說物質的mixing是spontaneous process 因為它是一個dig小於0的程序 到那時候改變的是 就是說變成這個c會等於2 p會等於1 在討論mixing的時候 所以這一個是在討論phase transition的時候 我們所設定的系統 那基本上在這一個two-phase的system裡面 你要去判斷一個程序是否會自發 這時候你考量的是說在我的系統裡面 可能有一個alpha phase跟一個beta phase 那當相片發生的時候 對於這個系統來說發生的是什麼事情 就是在alpha phase跟beta phase之間 它會有一個摩爾素交換的情況 對不對 因為我可能有幾摩爾的beta變成alpha 那我就說 這是一個beta to alpha全c全 那你要怎麼樣判斷就是說 這一個摩爾素變化的情況會不會發生呢 我們這時候要考量的點就是 你還是要用dig 因為你在constant tp底下 會不會自發它的先決條件還是dig tp 如果小於0的話 這個告訴你的事情 是這個程序是一個spontaneous process 所以你還是要回到這邊 在這個single component裡面呢 你要怎麼樣去計算這個dg的大小 你要怎麼樣去計算dg tp等於多少 你的做法是原本dg啊 如果它是tp跟n的函數的話 你這時候應該要考量的是dg dg是-s的t加v的p 然後最後呢是這個摩爾素變化所造成的影響 所以還有μj的nj 整個來說如果你不限制任何條件的話 但是我們在考慮相變的時候 通常我們是在一個特定的溫度壓力底下 去處理這個事情 所以基本上我們現在就給它一個限制條件 我說我要觀察相變 我想在一個特定的溫度跟壓力底下 然後討論這個事情 那這時候你要計算呢 前面這兩項你就不用管它了嘛 你只要管後面的這一項就可以了 sigmaj 那這邊指的是當然是你的物理狀態囉 這不是化學物質喔 j在這裡表示的是某一個face 所以這邊指的是你的α跟β兩個face 我們還沒談到化學反應 所以這個j其實是一個物質的狀態 所以你只要考慮這一項就好了 那以這個相變來看啊 它發生的時候要嘛就是往這邊走 那往這邊走的話 對它來說是正的底n啊 然後這邊就會產生負的底n 反正這兩個值加起來必須是0啊 對不對 它往這邊走必須是0 所以如果你要算這個值的話 對這個來說其實它就是等於 我的μβ 減掉μα 乘以底n 如果我們討論的是一個 alpha to beta transition的話 那這個是final state嘛 所以我們現在如果在這個系統裡面 我們討論的是這個 alpha起於beta transition 那這個 transition 它牽涉到由底n的alpha變成beta 這樣子 那這個程序會不會自發 那你就要看這一項 是不是 小於0 所以這個式子列出來之後呢 你會發現 今天如果我的beta phase 它的chemical potential 小於我的alpha phase 那這時候會導致的結果呢 是我的這一項 是我的μβ data 減掉μα 這項就會小於0 小於0呢 這個情況底下呢 你的delta g呢 你的constant tp 就會小於0 那這個程序呢 就是自發的 所以簡單的來說就是說 進入一個chemical potential 比較低的phase啊 是一個自發的程序 這個很直觀啊 其實 只是說這個是用式子挑列出來之後 用數學式去證明這個事情 那當然反過來來說 如果說你這時候呢 你的μβ的值是大於你的μα 那你的μβ-μα這一項 就變成會大於0喔 所以這個事情呢 其實不會自發性的發生 意思就是其實這個transition 根本不會發生 那最後一個呢 如果是你的μβ等於μα呢 這時候會怎麼樣 這時候呢 你兩項的chemical potential 相減等於0啊 對不對 所以呢 你的dg tp等於0啊 所以這時候 相變 缺乏driving force 相變會缺乏driving force 等於0嘛 dg是我們的driving force嘛 所以在這種情況底下 它的結果是兩項並存 所以你有μ這個概念之後 其實它有一個好處啦 就是今天如果你討論的是一個 initial state跟final state 那single component 你說這個initial state 一定要變成這個final state 這綠學上告訴我 這個一定得發生 那它的必要條件 就是你的final state 它的chemical potential 一定是要是低的 這是你用μ去思考的好處 反正就是東西水網低處流啦 你有一個potential 如果是這樣的情況 這個一定會發生 那如果是這樣的情況 那就是at equilibrium啦 那你把這個觀念記住之後呢 接下來要做的事情 是把這個μt的曲線把它畫出來 我們才有辦法 我們現在知道就是說 它要相變的時候 它的必要條件是 你的其中一個相的 cambo potential要比較高 另外一個相的cambo potential要比較低啦 那我們要把這個表現在一個圖裡面 所以我們要做的事情是 我們先做出μt圖 在裡面放出不同的相嘛 那你在這個圖裡面 你就可以開始比較高低啦 你就知道就是說 在什麼情況底下 誰會進入誰 什麼相會進入什麼相啊 你就可以開始彈相變 face transition 有沒有 所以這懂了之後 其實下一步就是說 我們必須要開始做這個相圖 你要開始做相圖啊 你必須要使用到就是 μ它的一次微分相 你一定要有μ的一次微分相 才能做相圖喔 所以你還是要回到就是說 好 我現在已經知道了 往低處走 往chemical potential低走 是一個必要的趨勢 那現在我要彈相變嘛 我至少要把固態 液態 氣態 全部放在一個圖裡面啊 我才有辦法彈相變 那為了要做這個呢 我們必須要先把 就是μ的一次微分相 把它表現出來 那既然μ是t跟p的函數啊 那它的一次微分相呢 分別是 前面已經推導過囉 如果是先對這一個微分 另外一個設成constant的話 這一項是我的 molar的entropy 這個物理狀態的molar entropy 那它的另外一個一次微分相呢 是我現在呢 來對這一個做一次微分 另外一個就保持不動啦 那這一個呢 是我這一個物理狀態 的摩爾體積 那有這兩項之後呢 我們可以開始畫就是物質 它三個項的這個μt的曲線 我們主要會先著重在畫μt圖 而不是μp圖 你之後只要把它轉換成 像圖的時候 至少你有一個軸是一樣的啦 有沒有看到 這個是我們把μ對t做圖嘛 然後右邊這邊是像圖 那我們如果是對t做圖的話 至少我們跟像圖的其中一個軸是一樣的 我們等一下會看其實這兩個圖 可以滿容易的就連接起來 那之後呢 再想辦法把p這個地方弄出來就可以了 如果要把μ對t做圖的話 那你要做的圖一定是要在一個給定的壓力底下 給定的壓力底下 因為要符合這一個條件 那你在一個給定的壓力底下 你要做這個圖 好 那上面的就把它放在y軸 底下的就把它放在x軸 μt圖 那你這個圖畫起來會像這樣子 就是像上面的這樣子 你在這邊要畫三條線 第一條線呢 是你的solid line 這個是你的μ for the solid state μs μ for the solid state 那它的斜率最小 好我們現在先設定這個constant p 之後呢你會使用到的條件其中一個是 你談entropy的話 solid state的entropy 小於我的liquid state的entropy 小於我gaze phase的entropy 這是我們用的第二個條件 那這個值在這邊表現的是我的斜率的部分 所以我的固體的entropy很低 我的這個負的斜率就很小 負的斜率就很小 所以以這個來看的話 這是我的-s for the solid state 那我的液態的話 我的斜率就會稍微高一點 這是我的μ for the liquid state 那這邊的斜率會稍微大一點 負的程度會稍微大一點 因為這個是我的負的 sand for the liquid state 稍微大一點 最後氣態呢 氣態的線特別陡 因為氣態的entropy特別大 所以氣態的話我們把它畫成這樣 怎樣我最後還要再把p放進來 今天嘗試看看能不能一次就把它解決 這是我的gaze phase 然後這個負的斜率特別大 原因是因為這個是我的entropy for the gaze phase gaze phase因為它既沒有規則的排列 體積又很大 所以entropy就很大 所以這三條線畫起來是這樣 所以對一個物質來說 你如果要畫它三個物理狀態 固體、液體、氣體的話 你畫它的μT曲線 應該要先畫出三條線 三條線是μS、μL跟μQ 之後再畫出兩個點 兩個點分別是固態跟液態的焦點 這個就是你的tm點 因為這個是你的solid to liquid transition 或者是liquid to solid transition 應該要發生的地方 另外一個點會在這裡 這個點是我的tb blowing point 因為這是你的liquid到gas transition 或者是gaze到liquid transition 應該要發生的地方 現在在你的腦筋裡面 應該要根深蒂固的事情就是 在任何一個區間裡面 如果你看到μ值最低的 就代表它是在那一個區間裡面 最穩定的像 對不對 所以在這個低溫的區間裡面 固體的μ值最低了 所以我們現在有三條線兩個點 最後加入三個像 三個最穩定的像 以這個圖來說 這個最穩定的像是我的solid phase 這是most stable phase 在tm以下 這邊是我的liquid phase 因為它的g值最低 這邊的μLiquid是最低的 在高溫的時候變成是氣體 它的μ值最低了 所以這個最後是我的gaze phase 在這裡 或者是vapor phase 也可以 所以這樣你的μT圖就完成了 你就有三條線 兩個點 tm tb 還有三個像 solid liquid gas 從這邊我們接下來要切換到face diagram 那face diagram跟這個μT圖 它的區別是在哪邊 它的x軸是一樣的 是溫度 但它的區別是它的y軸呢 是壓力 壓力 在這個圖裡面它想要表現出來的是 我的物質的這三個像 分別在哪個溫度壓力區間裡面 它是可以穩定存在的 那現在呢我們怎麼樣從這個圖轉換到這個圖呢 我們把這個 跟壓力有關的地方稍微標示一下 我們說這個 temperature是一個given temperature 我們說這個temperature等於p1好不好 我們說這個是atp1的時候 atp1的時候的μT圖長這樣子 那你如果在這邊標示p1的話 意思就是說 你可以在你的face diagram的這個y軸上面 設定一個p1在這裡 那你這樣設定完之後 你可不可以現在在這邊寫三個像 可以啊 因為你在p1底下你已經很清楚知道 如果在tm底下 對不對 它應該是solid phase 那在這兩個中間它應該是liquid phase 在這個枝上應該是gase phase 所以如果我把p1這條線往這邊延伸的話 那我現在呢在溫度這邊呢 我先標示一下我剛剛所找出來的tm 我把這個tm的值拉拉拉拉上來 我可以說在這個壓力底下 在這個壓力底下 然後tb的順便標一下好了 tb我們也把它標上來 那我就可以說在這個壓力底下有沒有 這一個區間 這個區間 是我的solid phase 對 然後呢 這個區間 是我的liquid phase 那在高溫的這個區間呢 必須是我的gase phase 所以我的face diagram裡面的三個像就出來了 三個像就出來了 是這樣子先連過來的 這個連過來之後 下一步是你有三個像嘛 在face diagram 你這邊要build up的事情是 你必須要有三個像 三條線 還有兩個點 這個圖其實也是啦 這個圖必須要有 就是三條線 兩個點 還有三個像 這是你的mute t圖 一定要有的 那在這邊呢 你要完成三個像 當然有solid liquid gas 那三條線是什麼 solid liquid 就是liquid的face boundary liquid gas的face boundary 還有solid gas的這個像 你要有這三個boundary 要完成它 那最後兩個點呢 是critical point 以及triple point 這兩個點 這是最後你必須要完成這個圖 你現在只有一個壓力底下的這個 就是在他們的像界啦 你現在這個點 其實就是你的face boundary 可是它只有一個點對不對 你怎麼樣它變成一條線呢 你要它變成一條線的必要條件 就是說我必須在另外一個壓力的地方 我必須在另外一個壓力的地方 找出我的solid跟liquid 它的boundary在哪邊嗎 對不對 它的boundary在哪邊 假設我可以找到這個點的話 那我把這一條線把它連接起來 我是不是就可以得到我的solid liquid的boundary 我的像界就可以找出來了嗎 對吧 如果這邊可以連起來的話 我就可以在這裡完成一個 我的liquid跟gas的boundary 對不對 所以這代表什麼事情 你必須要找到第二個壓力底下 它的tmpline 以及第二個壓力底下 你的tbpline在哪裡 你才有辦法談這個事情嘛 那你要怎麼樣create第二個壓力 很簡單啊 我把我的系統加一個壓力就好啦 所以我可以試著去瞭解一下 如果在p1加dp的位置 我的熔點跟廢點 會怎麼產生變化就好了嘛 所以為了把第二點抓出來啊 其實非常必要的事情是 你必須要把dpcreate出來 那現在這個圖裡面對不對 你可以很清楚的標示這個tm跟tb啦 在muT圖裡面要找tm跟tb比較容易 這個你應該同意吧 因為你在這邊只要看到兩個項 它的muT曲線交界的地方 就是我的這個熔點 或者是我的廢點嘛 對不對 可是你在一個chemical potential跟溫度的 二維的土裡面 你怎麼樣把壓力這一項 把它加到裡面去 你怎麼樣在這邊示意一個壓力的變化 那這就是我們等一下要去設法表現出來的 你要怎麼樣在這一條線裡面 去把壓力的變化 去把它表現出來 我們在muT圖裡面呢 我們已經先畫了三條線 那我們現在就是想辦法 再加入這個壓力這個差異的變數 你就可以看到另外三條線跑出來 然後呢你可以看到就是這個熔點跟廢點的變化 但是在做那個之前呢 我們必須要先把這個條件 先拿出來使用 那這個條件要使用的時候呢 是我們必須要去評估 一個物理狀態 它對壓力的變化 是不是sensitive 取決於它的這一項 一個物理狀態 它的化學未能 對於壓力的變化 sensitive 與否呢 取決於它的摩爾體積有多少 所以我們現在要考慮的事情是說 今天如果我加一個dP的話 它可以誘導出多少的dG 它可以誘導出多少的dG 這個是看它的Vm值有多大來決定喔 我的Vm呢 我的molar volume如果是固體的話 它會小於我的molar volume of liquid 它會小於我的molar volume of gas 我們一般物質 氣體的體積永遠是最大的 液體 赤脂 固體 通常比較小 那你如果有這個關係的話 這代表什麼 我如果加相同的dP 我加相同的dP 這一個的dM很大 這一個的dM 這個在中間 這個介於兩者之間 這樣可以嗎 好啦 那你現在這樣可以了嗎 所以你如果氣體啊 你加一個壓力下去 它的chemical potential會跳得比較大 固體因為它的摩爾體積比較小 所以你加一個壓力進去 它chemical potential增加一點點 好的 那我們現在要在這個圖裡面 把這一塊 試著把它表現出來囉 我們現在呢 要在這個圖裡面 把dP表現出來 它的做法是這樣子 我在這條線上面 我們現在我們 假設我們加的是正底P 所以現在正底P 一定會造成正的dM嘛 對不對 所以意思就是說 如果你有加一個dP的話 你的這一條multi curve 會往上走 所以這個虛線的部分呢 會是你的m solid prime 然後呢 這邊的增加量 是我的dM for the solid phase 這個dM的值是多少 你可以從這個公式來看 如果這個長這樣的話 那我的dM要等於我的vm乘dP 所以對於我的固體來說 我加壓之後的chemical potential增加量呢 會等於我的vm solid乘上dP 所以有沒有 加壓的話這條線就跳上去了 那同樣事情會發生在液體上面啊 液體你加壓它也會跳上去啊對不對 所以它跳上去了之後呢 這個是我的μL 我們不要用prine好了 我們用這個μS 這個是壓力是P1的時候 這個是μS 是P1加dP的時候 那這個黃色的線底下 是在我的P1的時候的μ值 然後這條線是在我的P1加dP的時候的μ值 這樣可以嗎 這個區別是因為壓力造成的對不對 所以這個變化量呢 是我的μ for the liquid phase 它呢是等於我的摩爾體積 of liquid乘上dP 乘上dP 乘上dP 那你有沒有發現這一條 這個差異值會比這個差異值大 原因是因為我的liquid的摩爾體積比較大啊 對不對 所以它會稍微大一點 所以你這樣子就把壓力這個變化項 加到這個μT圖裡面啊 那你看喔 這兩個μT圖的虛線已經出來了對不對 那你現在把眼睛注意看一下這兩個地方 這個是我在P等於P1加dP的時候 兩條曲線的焦點 兩個虛線的焦點 所以這個意思就是 這一個呢 是我的tmpline 所以呢 這樣子我就抓出來我的tmpline 因為我有壓力嘛 p1加dP嘛 然後他們兩個的焦點是我的tmpline 是我的tmpline對不對 所以我就把這一點拉出來啦 那我如果說 我很認真的去把這個每一個壓力 都好好的調整出來的話 我不就可以在每個壓力底下 我都把這個點把它打出來 最後這個boundary就出來了 對吧 所以這是一個做法嘛 那再來呢 你現在要看一下這個tmpline 會怎麼樣 那tmpline當然你就再看一下 你有沒有辦法抓到 就是黃色虛線跟紅色虛線的焦點嘛 對不對 那你可以預期就是說 你這邊其實要讓這個虛線離它更遠一點 因為你在一個特定溫度底下 你的這一個 這個 是我的dmpline 會等於我的vm gas 乘dp啊 這個值最大 所以這個差異必須最大 這三個裡面 這一個必須是最大的 對 那這樣畫完之後呢 你就會找到這一個點 這兩個虛線的焦點 這兩個虛線的焦點 拉下來這個就是你的tmpline 或者是你的tm在p1 加dp的地方 你就可以把這個tmpline把它抓出來 所以在這兩個圖的轉換上面啊 其實有一個地方你要去練習的事情 就是說你在原本的三條線的mt圖上面啊 你要再另外加入三條線 另外三條線 另外三條線 在這三條線上面呢 你必須要把你的這個dp 所造成的dmu把它明顯的示意出來 怎麼樣把dmu適應出來呢 就是把dp乘上這個 它的摩爾體積 你就可以把這個部分示意出來 然後你就可以看到這個變化的趨勢了 你的結論是說 在多數的例子裡面 在多數的例子裡面 因為固體的體積 小於液體的體積 小於氣體的體積 所以增壓代表的是正dp 造成dv elevation 多數的物質它的 氣體的體積大於液體的體積 大於固體的體積 所以在這種情況底下 你的增壓會造成你的熔點跟肺點的上升 就是透過這樣子的一個方式 可以得到的觀念 這張裡面最難的就是會畫這張圖 在一個mute圖裡面 先畫出三條線 兩個點 三個像 之後再加入dp的影響 那你這個就完成了 完成之後你就可以轉變成這邊了 你就可以知道為什麼 多數的物質在增壓的時候 它的熔點跟肺點可以上升 那有沒有什麼物質是你增壓 它的熔點會下降的 有沒有什麼物質你增壓 它的熔點要下降的 你從這個例子看起來 多數物質如果你增壓 它的熔點會上升 會往這邊走 有沒有哪一個物質你增壓熔點會下降的 水 對 那如果水加壓熔點下降 代表摩爾體積的關係是什麼 液體跟固體的摩爾體積的關係 跟這個一樣嗎 所以水是一個很有趣的例子 水是少數 就是增壓 所以你如果是講Water 這個物質的話 它的特色是 你如果增壓 你的tm會下降 基於這樣一個考量 其實你可以想像到的事情 它有這個現象是 因為我的水 它固體的摩爾體積 其實大於液體的摩爾體積 水是少數結晶的時候 體積會膨脹的 它在這種情況底下 它反而就不一樣了 所以水的象徒有一個很奇怪的地方 是大部分的物質 這個boundary是往這邊走的 那水呢 因為這個相反 這個相反 所以它的這條線是往那邊走的 所以這是在底下的部分 這個是大概把這個圖畫成那樣子 然後標示一下 你看一下 然後有沒有什麼例子 是屬於就是說增壓 增壓的情況底下熔點反而會下降的 油 水 水是這個例子 水的話它的固體的 這一個增壓所造成的變化量 這是你的固體 delta mu for solid state 這個變化量的大小呢 會大於你的液體的 這個變化量的大小 那這個會導致什麼後果呢 這會導致你這個虛線的焦點 實際上是反而低於 就是你的實線的焦點 所以就會造成它的這個熔點 反而會suppress你 那這個反應到象徒 就是這條線會往這邊偏 那下一步我們要做的事情是 你會發現這樣子一個一個改 其實這條線畫起來還是很麻煩 所以我們會用一個equation 直接讓你找一個參考點 就把這條線畫出來 找一個參考點 就把這條線畫出來 找一個參考點 就把這條線畫出來 那個就是claflon equation的功用 所以我們先初步簡介 你怎麼樣把每一點抓出來 之後用claflon equation 把這三條boundary 是可以比較容易的畫出來 因為我們剛剛有提到一個方式 就是怎麼樣把這個boundary face boundary把它建構出來 其中一個方法當然就是說 你去改變你系統的壓力 然後每一個壓力底下 你都去量一次它的熔點跟廢點 你當然最後這兩條線就可以畫出來了 好 那另外一個做法是 今天如果說我知道 你知道這條線它的斜率有多少 它的斜率有多少 還有這條線 它裡面的一個特定的參考點 這個參考點是一個非常穩定 而不會改變的點的話 其實我可以把這個點的數字帶進來之後 透過知道這個斜率 就把這條線做出一條equation 就把它描述出來 為了要做這件事情呢 你必須要知道的是這個claflon equation claflon equation 在這邊要先談的事情就是說 這條線它叫做face boundary 那它的特色是在這條線上呢 你會有兩個物理狀態並存 所以你如果是在這個face boundary上 你的face boundary呢 這是你的第一個特色 face boundary為兩項共存之處 那兩項共存的意思就是代表 如果你on the face boundary 如果在它上面的話 你會有一個face 它的這個T值跟P值呢 在這個特定的溫度跟壓力底下 你這個alpha face呢 它的chemical potential要必須等於 你的beta face在這個溫度壓力底下 這個是兩項並存的時候 它的一個必要的條件 這個是我們等一下會用到的一個關係 因為在face boundary上這兩個項 它的chemical potential會完全相同 然後我們會用這個關係去把這個斜率把它求出來 把它求出來 我們先把這個設定好之後呢 第二件事情我們就 開始想要算這個face boundary了 所以我們接下來會討論the slope 總共有三條啦 總共有三條face boundary 你在這邊會使用到的關係是 是這個clappon equation clappon equation可以描述這個斜率 為什麼說它在描述斜率呢 因為clappon equation的左半邊 是我的dP除以dT dP除以dT 所以在這個圖裡面呢 dP除以dT就是斜率 clappon equation代表的是face boundary的斜率 那這斜率跟什麼有關係呢 這個斜率呢 跟你所討論的這個face transition有關 所以你今天有討論的是這個 solid to liquid transition的話 你這時候討論的是你的fusion 如果你討論的是這一個transition 你在這邊呢 在這個face boundary上 當這個transition發生的時候 你會有delta fusion的h per mole 以及delta fusion的s per mole 在這個face boundary上甚至還有什麼 你在fusion的時候 你會有體積的變化量 這都是在相變的時候會發生的 你可能需要吸熱才會相變 你相變的時候可能會伴隨著 你的系統的亂度增加 還有體積增加等等的 這都是在這邊才會發生的 那在這個boundary上面呢 相變發生的時候 你會伴隨的是什麼 你會有delta vaporization的h 或者是delta vaporization的s 以及delta vaporization的volume 你可能會觀察到這三項 既然這個是在這個項鍵上遇到的事情 它們其實最後就影響你的邪律 所以最後呢 Craphlon跟你說的事情呢 就是如果你有辦法量測到 你的系統在相變的時候 的entropy變化量 以及你的系統在相變的時候 它的摩爾體積變化量 你就有辦法決定出這個邪律 是等於多少 那另外呢你可以用一個關係式 因為我們知道 我的qp是等於我的這個qp除以t 因為這個其實就是我的dh嘛 dp就是我的dh 所以你可以把上面這個字換掉 我的delta transition sm 會等於我的delta transition的hm 除以t 所以qp可以選它的另外一個變形呢 是把你的這個delta s 換成delta h除以t 所以它有一個變形就是說 這個也可以變成是我的delta transition h 除以我的t全c全乘以我的delta全c全 所以這是你的qp equation它的一個形式 那這個邪律變得 在這個情況下會非常的好求啦 為什麼 因為今天如果你有一個物質啊 你可以去做它的dsc 你可以去做它的dsc 所以你可以把我的物質拿來做dsc 所以你今天可以有一個dsc的sermogram 那在這個圖裡面呢 這邊是溫度 那這邊是我的delta cp delta cp 那我如果物質在低溫的時候 它是一個solid state 你這個系統加熱上來的時候 它在這邊會有一個 往下是吸熱好了 這是我們用ta的系統 它做出來的 那這個pick出來之後 你的系統就進入liquid phase liquid phase 所以很明顯的這邊是你的t transition 然後呢這個底下的積分面積呢 電腦可以幫你計算出來 這個是你的delta change c change h 意思就是說你在實驗上其實要取得 這兩項並不困難 這兩項並不困難 你在實驗上要取得這個體積變化量也不困難 為什麼 因為你可以把你的固體 拿去量它的density 你有density跟摩爾數 你就等於知道的你的vm了 你就要知道vm的話 所以好像是等於你的分子量 分子量的話是 k per mole 然後density density的話是k 然後per cm3次方 所以你只要知道你的solid state它的density 那因為你是同一個物質嘛 對不對 所以你只要知道你物質的分子量 然後你去量測一下你的材料在固態時候的density 以及它在液態時候的density 你把它帶進來這裡啊 你就等於知道你的這個vm有多少了 所以在實驗上來說 這些值都是可以量測得到的 你這個兩個用dsc量 你去把你的物質確定一下它是什麼種類 它的化學結構是什麼 你就知道它的分子量了嘛 之後呢你再把你的solid state 跟你的liquid state 它的density把它量出來 你就可以算出你的vm了 所以就可以知道這一項 所以在實驗上其實取得這個之後呢 你就可以決定出這條線的斜率了 那這個事實是怎麼來的呢 我們把它的推導講一下 所以基本上這是Clapplon equation 它可以告訴你這個斜率有多少 你要推導Clapplon equation啊 你要先就是把你的項圖先 標示出來 項圖是一個p對t做圖的曲線 那在項圖上面呢 我們說這裡有一個face boundary 那這個face boundary呢 是我的alpha face到beta face transition 所發生的位置 或者是我的alpha face跟beta face 它兩項並存的地方 這是我的face boundary 這是我的alpha跟beta的face boundary 那我想要知道這個face boundary 它的斜率有多少 那為了要知道這個呢 我必須在這一條線上取兩個點 我把它設成是我的初始狀態 那在初始狀態底下呢 這個線它的壓力跟體積分別是p跟t 這是我的initial state的溫度跟壓力 那之後呢為了要製造一個底p 讓它來誘導一個底p 所以我在這邊呢 設計了一個底p的增加量 所以在我的final state呢 我的系統的壓力會來到p加底p 那當這個發生的時候呢 我的溫度呢 也會走到t加底p 走到t加底p OK 所以我在這邊已經建立了一個底p跟底p的關係了 我只要能夠把這個關係 它跟delta s還有delta v的關係連結起來 我就等於知道這個的斜率了 就等於推導出claplown equation了 好 我們現在要使用的情況就是說 在initial state的時候 它是兩項共存的 對不對 兩項共存的意思是說 在initial state的時候 我的μα 這時候initial state的μα 你要標註清楚它的溫度跟壓力 是t跟p 是等於我的μβ 是等於我βphase的chemical potential 在同一個溫度壓力底下 反正變化之後進入我的final state 那在final state還是兩項並存 所以在這個情況底下 我的μα 還是等於我的μβ 唯一的區別是這時候呢 我的溫度已經變成t加底p了 因為在這個坐標軸裡面 現在你的x值是t加底p 那你的y軸是p加底p 所以你的壓力這一項變成p加底p 這邊呢也是我的溫度會變成t加底p 然後呢我的壓力是p加底p 那從initial state到final state 其實在這邊呢 會牽涉到一個chemical potential的變化 意思就是說 其實你從這裡走到這裡 你牽涉到溫度的變化跟壓力的變化 所以顯然從這邊到這邊呢 你會有一個dμ啊 dμα 然後從這邊到這邊呢 你也會牽涉到一個dμβ 所以雖然說 α跟β的chemical potential 都還是相同的 但是其實從這個過程裡面 如果你單獨只比α這項的時候 它已經有產生chemical potential的變化了 為什麼我們可以這樣說呢 原因是因為我們的μ是t跟p的函數啊 你如果有dt跟dp的話 一定會有dμ對不對 那你的dμ會是多少呢 我的μ的變化量 會來自於你的dt以及dp 這邊的前面這一項呢 是我的μ對t的一次微分項 at constant p 那這邊呢是我的μ對p的一次微分項 at constant t -s m 這個是molar quantity 它跟g的區別是底下要寫一個m 右邊這一項呢 vm 對 摩爾體積 所以這樣子應該就會記住啦 好 那你有沒有發現我們 跟Crappler equation 越來越接近 因為這兩項出來了 這兩項出來了 它唯一的區別是 你要想辦法把它走到 變成是 變成是這樣子 這個跟這個還是有區別的喔 這一個呢是等於 我的molar volume 然後呢 的beta phase 減掉我的molar volume的alpha phase 所以這是兩個項的相減喔 才是transition 那vm這邊也是一樣啊 你如果要談的是 在transition時候的體積變化量 你這時候要處理的事情是 我的beta phase的體積 減掉我的alpha phase的體積 所以等於我們如果走到這邊的時候 Crappler equation基本上就出來了 那現在你知道其實從這個 在變化的時候 它有一個變化值嘛 那因為你的初始值 alpha beta是相同的 你的最終值 你的alpha beta也是相同的 這告訴你什麼事情 在做這一個變化的時候 你的d alpha d mu alpha 其實是等於你的d mu beta的 因為這兩個關係 初始狀態跟最終狀態 有這樣子的關係式 所以你可以說其實這個變化產生的時候 我alpha的chemical potential變化量 要等於我的beta的chemical potential變化量 那你現在知道就是說 變化量可以從這個式子來嗎 所以你就說 那我的alpha的變化量等於多少 是負的 for the alpha phase 對不對 d t 加上我的摩爾體積 for the alpha phase 乘上d p 這個是我alpha部分的變化量嘛 我alpha部分的變化量是 我的alpha的entropy乘上d t 跟alpha的體積 摩爾體積乘上d p 對不對 那這一項呢 要等於我的beta的變化量 那beta的變化量是 我的負的entropy for the beta phase 乘上d t 加上我的moral volume of the beta phase 乘上d p 那接下來呢 我們只要把這兩個拼在一起 我就有delta transition entropy 對不對 所以我把這一項移向過來這邊 我把這一項移向過來這邊 那這時候呢 我的t 我們把它放在後面嗎 好 先打一個瓜糊 所以我把這一項移過來 所以它變正的 所以我的molar entropy for the beta phase molar entropy for the beta phase 減掉 我的molar entropy for the alpha phase 這一項乘上d t 會等於 我們把這一項移過來 這一項移過來 那移過來的結果呢 會等於我的molar volume for the beta phase 減掉我的molar volume for the alpha phase 後面這邊呢 乘上我們的d p 那今天我們討論的是一個 alpha to beta transition alpha to beta transition ok 所以這個就變成這個是我的 final state 這是我的initial state 我不應該這樣講 我們談到這個transition 所以這兩項合併起來 這兩項合併起來 就是我的delta transition sm 所以這個乘上d t呢 會等於 我的這一項呢 就是我的delta transition 在transition發生的時候 我的體積變化量 乘上d p 那這樣子再過來呢 我們把d t 移過來這邊 當成它的分母 然後我把這一項移過去 當成它的分母 那我的Klepland equation就出來了 所以我的transition的delta s 除上我的transition的volume 就會等於我的face boundary的斜率 所以這項是我的slope of the face boundary 那得正之後呢 你可以馬上就是比較這個face boundary 它的斜率大小跟這個face boundary的斜率大小 你會發現 就是fusion時候的face boundary比較陡 然後呢 vaporization的這個face boundary 比較沒有那麼陡 它的原因是什麼 它的原因是因為分母的差別 你現在在你的那個筆記本上呢 在畫另外一個這個圖 在畫另外一個這個圖 但是我們現在把焦點呢 放在這兩條face boundary的比較上面 這個其實不能無限延伸 這個給它停在這裡好了 好 這個是我的 就是liquid to gas的face boundary 然後我們把焦點放在這兩個斜率上面 好 那這兩個斜率呢 都可以用這個claphone equation計算出來 那以這邊來說呢 這個foundary 它的斜率是我的dp除以dt嘛 對不對 那你要怎麼計算這個斜率 你先看一下 這個是一個solid to liquid transition 所以這是一個fusion的相變 那這樣的情況底下呢 你在這邊必須處理的呢 是我的這個delta s 但是delta s的transition呢 你把它改成fusion 然後呢底下呢 你把它改成是delta fusion的體積變化 那這個斜率呢 也是從claphone equation可以求得出來 然後這邊呢 因為是從這個liquid到gas的transition嘛 所以這是一個氣化vaporization 所以這邊是delta vaporization的 跟delta vaporization的這個vm 這兩個的斜率之所以有區別 原因是在分母 這一個分母呢 它等於是我的最終狀態 是我的liquid phase 我的除始狀態是我的gas phase 不是solid phase 那這一項呢 它是我變成的是氣體 所以是我的gas 減掉 你會發現一般來說 固體跟液體的體積非常趨近對不對 所以這個分母怎麼樣 很小 這個值很小 但是氣體的體積比液體大得多 所以這個值很大 那如果分母很大就沒那麼陡 在這邊你再加一條水的 水的往這邊倒 這個是 solid liquid ground boundary for H2O H2O 它是負的 那原因是因為這個grain boundary 就是這個phase boundary 它的斜率一樣是dP 除以dT嘛 但是這時候呢 它談論的是 我在做fusion時候的entropy變化 然後這個是水分子 然後呢 同時它的分母是 我在談fusion時候 它的體積變化和水分子 好 那水分子呢 從冰到水 在做這個transition的時候呢 冰到水 這個transition的時候 delta S值是正值 可是體積值是負值 所以這個情況底下 倒成這個斜率是小於0 這是往那邊倒的 所以把它整併在一起 整理成一張圖 就把它clapson equation 就全部都放上去了 這兩個是比大小啦 這是大部分物質的 這兩個boundary 那一個呢 是變成負的 因為大概好像沒有超過五個物質 它在融化的時候體積會增加 這個是非常少見的case 大部分的物質都還是走這一條線 你如果說 像你畫一個phase diagram 或某一個物質的話 你基本上畫這個出來 對的機率是相當高的啦 好像只有幾個物質 它是這條線是往那邊倒的 那你現在從clapson equation 你可以知道為什麼了 這個是clapson equation 然後呢我們說這個事情是 這個很大 這個很小對不對 但是到底多大 到底多小 所以在另外一本物怕課本裡面 它有大概計算一下這個值啦 他說一般來說大部分物質 它在產生這個fusion的這個程序的時候 就是固體變液體的時候啦 entropy的增加量大概是這樣子 20左右 這個其實是有依據的 因為你變亂的時候 融融的時候你的分子會得到什麼運動 translation rotation 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考慮到你的分子 從一個不會動的晶體 變成融融態 其實這個過程是變成你的分子 會開始做translation跟rotation嘛 對不對 那如果你的分子 可以做translation的時候啊 你會build in一個entropy 叫做positional entropy 那你如果你的分子 可以做rotation的話 你會build in一個entropy 叫做molecular orientational entropy 那兩個值加起來差不多是這個值 所以這是實際上有依據的 那大部分物質如果說它 從固體變到液體的時候 它的體系膨脹量率大概是這樣 就是剛剛我講的很小 那你說比較企劃的話 企劃的時候 當然它的entropy的增加量會比較多 那這個值就是你的chotens rule 我們有說材料在企劃的時候 它的entropy大概會增加85到90左右 這是你的chotens rule 所以實際上分子上來說的話 其實這一個量是變大了 可是呢 因為它的這個也很大 那delta V也很大 因為液體 就是一摩爾的氣體 它的體積大概是22.4升嘛 對不對 所以差不多是20x10-3次方的metacubic 對不對 所以你把這兩個值一除 那你這一個就是從液體到氣體的phase boundary 它的斜率算出來大概是5x10-2次方 那如果說是從固體到液體這一個 那這一個斜率就比較大了 這是55 55 所以這個大概是斜率是它的100倍 它就很陡 這個就比較平緩一點 所以這個是實際上可以估算出來的值 那你現在就會使用它了 現在如果說有人要問你說 為什麼多數物質 它在氣化的這個phase boundary 這個液體跟氣體的phase boundary的斜率 為什麼會小於它固體到液體的phase boundary的斜率 你這時候跟它解釋的時候要記得 從在做相變的時候的體積變化率去下手 所以這些都是可以解釋的 因為它可以從數據上去顯示它 對啊 那當一個科學家在你有辦法用數據去解釋現象的時候 你要盡量的用數據去檢視現象 接下來我們要開始走到這個點 我們現在知道這個斜率 其實還不足以讓你把這條線畫出來 因為如果你想要把這條線畫出來 除了給斜率之外 你還要給一個參考點 還要給一個參考點 有這個參考點之後 你說你把這個當成參考點 再帶入這個斜率 你就可以用電腦 用Excel幫你把這條線畫出來 所以當你有一個關係式之後 你下一步會想要就是說 我可不可以用電腦幫我把這一個phase boundary 直接去把它create出來 所以呢 我們就來試著做這個部分 我們現在已經知道 就是我們的CraftLong equation是 斜率的部分 dT跟dP的關係呢 是可以從我的 我們用它的第二個衍生的公式 那我現在想要就是說 讓電腦自己去產生這條線裡面任意一個點 那我意思就是說 我必須要能夠讓電腦去畫出一個 P跟T的正列 所以我必須在電腦裡面給它一個關係式 就是說我在一個特定壓力底下 然後它的溫度應該有多少 然後我給它一個equation 所以我只要輸入這個壓力 這個溫度可以自動產生 然後我把這個Excel裡面兩個框起來之後 直接做圖 這條線就會出來 所以為了得到這條線 你要的不是dT跟dP之間的關係 你需要的是P跟T之間的關係 那你怎麼得到這個呢 你就把這個式子做積分就可以了 把這個式子做積分 所以做積分之前呢 我們先把相關的變數先移到同一邊 所以T在這邊嘛 我們把dT移過來 所以我們這式子要rearrange一下 我們會說dP呢 就會等於我的deltaFusionHm 除以我的deltaFusion的Vm 這項乘以T 那我為了要知道P跟T之間的關係是呢 所以我把這個式子做一個積分 我說我選定一個參考點 它的壓力是P star 然後呢這個參考點它的溫度是P star 所以等於我把這邊設定一個參考點 它的壓力是P star 它的溫度是T star 我把這個設好在這裡 那我想要知道這條線上的任何一個點 所以我現在已經把這個參考點給出來了 我現在想知道就是說 在一個任意給定的P跟T底下 我想知道這一個位置會落在哪邊 所以我就說好 那我積分從P star到P 這邊是從T star到T這樣子 好 那這個積分結果呢 左半邊就是我的P-P star 右半邊這邊呢 前面這邊還是一樣 照抄 那後面這邊是積分T的-一次方嘛 所以這邊是我的nature log 所以基本上你就有這個式子 然後我們把這個值呢 稍微再改 我們把這個式子再改寫一下 我們就會說任意一個壓力底下 會等於這個P star 等一下 我不應該這樣講 我就試一下 好 我們把這個移向過來 移向過來 好 那現在這個式子出來之後呢 我們把這一個值跟這一個值量出來 然後之後呢就任意的 其實是把這四個值量出來 你還要把這個物質的 你把這四個參數量出來 好 你先把你的參考點的溫度跟壓力量出來 之後去確定一下 它在融融的時候的ΔH多少 融融的時候的ΔV多少 然後接下來你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在你這個式子裡面呢 去任意放進任意的溫度 它就會自動把你generate任意的壓力 對不對 所以你就有X跟Y了 那這條線就可以靠電腦把它畫出來 那現在要講的事情是 你這個參考點要設在哪裡 在你的這一個Face Diagram裡面 你總共有三個Face Boundary 第一個是你的Solid Liquid的Face Boundary 第二個是你的Liquid Gas的Face Boundary 最後一個是我們的昇華的這條線 這個是我的Solid跟Gas的Face Boundary 在這邊會發生的事情叫做Supplemention 叫昇華 那這三條線它的斜率 都可以用Claplum equation去把它評估出來 昇華這邊的就是我的 Delta Sublimation的Entropy變化量 除以我的Sublimation時候的體積變化量 這三條線都可以有各自的關係式出來 那他們叫的那個點呢 叫做Triple Point 三項並存點 所以我們通常會把這個設成是我們在 導這一條線的時候的參考點 所以這個P star跟T star通常我們會把它設成 我們的物質它的P3跟T3 這個叫做Triple Point Pressure 這個叫做Triple Point Temperature 這個叫做Triple Point Temperature OK 三項並存的溫度跟這個 然後這一點叫做Triple Point 叫做三項點 這是我們的第一個討論到的點 所以這個三項點是實驗上可以求的值 這是實驗上可以求的值 你減壓的時候第一個遇到的事情 是從Liquid Phase有沒有 減壓下來會撞到Gaze Phase 所以它會開始冒泡 然後它撞到之後就開始兩項並存了 氣體跟液體並存 接下來往下走是沿著這條紅色的線往這邊走 一直到它會撞到一個固體的像出來的時候 那個就是你的三項點 所以如果你偏離這個一點點 它要嘛就全部固體 要嘛就全部液體 要不然就全部氣體 它就沒有辦法再存在在這個共存的情況裡面 大家要記得這一個啦 273.16 我們在下一堂課呢 要處理一下這個Triple Point 它的Mute圖要怎麼表現 所以我會再拉回來Mute圖 OK 我們剛剛有講增壓的時候的Mute圖對不對 我們今天這堂課一開始講的時候是說 我們先設我們初始的壓力是在這條線上 增壓的時候你看到熔點上升 然後這個熔點上升 然後這個廢點也上升嘛對不對 所以我們一開始是想增壓 我們加正底P啊 你如果減壓的時候啊 你會讓這個Face Boundary 撞到這個Triple Point 然後它的Mute圖變化是這樣子 從這裡會變到這裡啊 這個是你從一個正常的Mute圖 減壓之後會變成這樣的Mute圖啊 在這個情況下Triple Point就出來了 那你在減壓下去會怎麼樣 你在減壓下去的時候 你永遠不會有Solid to Liquid Transition 所以這個像圖 它有幾個步驟你要熟悉 你才會對它完全了解 第一個步驟就是說 你怎麼從Mute圖 先把這兩個焦點抓出來 之後往增壓的方向走 增壓的方向走可以讓你去思考 就是說這個斜率的問題啊 那接下來你要往減壓的方向走啊 減壓會遇到的事情 是第一個會先撞到這個Triple Point 然後你壓力再降下來 接下來就只有升華了喔 就液體就不存在喔 所以三項點溫度 代表是液體能夠存在的最低壓力了 三項點壓力 三項點壓力是液體可以存在的最低壓力 低於三項點壓力之後就沒有所謂的液態了 只有固態跟氣態 所以這個是有一個指標性的意義在這邊